开学首周避免毒品入侵校园 也守护上下学的安全 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 今天化身导户志工 到竹北东兴国中来宣导行人停看厅 骑乘自行车要小心 遇到陌生人尾随 可以寻求大人帮忙 面对毒品诱惑更要勇敢说不 开学第四天 早上七点多学生陆续走进校门 重视校园和通学安全 副县长陈建贤化身一日导户志工 宣导行人停看厅 骑乘自行车要小心 开学了 我想县长很关心我们孩子 上下课的交通安全 尤其是新竹县现在已经有推行U-bike 我们很多同学 有的都走路上学 有的为骑自行车站学 看看他们上学的情形 整个交通动线 从六月份开始 已经有骑U-bike的这一个新的措施 那也提醒同学 特别的注意 相关使用U-bike的一些规则 交通规则 以及自己骑自行车上学的同学 也能够注意各个路口能够停探厅 九月是交通安全月 守护同学避免黑帮毒品入侵学校 县府与警察局今天在主北东兴国中 举办友善校园反黑反霸凌活动 交通队帮每位踏入校门口的学生 一一扣上反光手环 提醒要走斑马线和行人 穿越道 注意路口左右来车 过马路停看厅 遇到5号制路口要遵守停让标志 而骑脚踏车的慢看停 大车靠近要防御性减速 小心骑乘才安全 校园毒品防治 可以结伴同行 与陌生人尾随 求助大人和师长帮忙 新兴毒品诱惑多 要坚定勇敢说不 如果学生在开学的时候 有受到一些利诱 或者是一些怂恿啊 然后或者是鼓吹啊 那请同学就不要去食用 如果有发现身边的同学朋友 有食用新兴毒品的情形 那记得要跟市长讲 然后并且勇敢的跟毒品说不 我们看得到其实很多学童上放学 会利用我们的U-bike 来做一个上放学 那我们也特别呼吁 大家行经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那个慢看停 那也要特别呼吁就是 你骑车脚踏车 还有我们的七机车 也要记得离让我们的一个 自行车的部分 我们的机慢车的部分 东兴国中全校1700多位学生 反毒反霸凌 反校园诈骗 骑车或走路上下学 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才能快乐学习 拥有安全健康的校园生活